《风雨人生路》 之时 作者 刘文忠 吾望国之耻 我二进宫后,关进108世,有幸遇见同牢房的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先生,使我对文革中的大学,增进了实际感受,而又永世难忘的见识。 潘世兹教授,是在文革开始不久,被抓捕进一所的。 潘教授告诉我,66年11月7日,复旦大学召开斗争王造石,潘世兹大会,孙大宇陪斗。 在大会上,红卫兵威严耸听,诬陷王,潘两教授,组织了所谓反革命政党,并胡说孙大宇也参加了这一反革命组织。 其实潘教授与王造石,早已是至交密友。 即使都被打成大右派后,潘教授也与他相知往来。 这全属于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知己真诚,与共产党讲究的阶级斗争,政治路线,毫无关系。 可是激昂慷慨的造反派们,与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,一个个登台,揭发他们的所谓狼狈为奸,阴谋复辟,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一派胡言乱语,把谎言重复多次,似乎成了真理,激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。 王,潘,孙这些大教授,脾气耿直,秉性倔强,面对种种诬陷不实之词,坚决抵制与还击,绝不低头认罪。 可怜的老教授们,被各个强硬轻碰脑袋,抢逼他们长时间九十度弯腰,甚至被自己的学生拳打脚踢,几次被打翻在地。 众所周知,能考取,攻读复旦大学的,都是些学业品德,优秀的身身尖子。 然而,在这文革的疯狂年代,他们中不少人受阶级斗争觉悟的深度熏陶,而受信钳资暗掌,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中,充分暴露无疑。 貌似有文化知识素养的大学生,却在残酷作践,学问高深的教授老师,这正是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。 昔日优美的复旦校园,庄严的灯辉堂,舒畅的教学大楼,艳园的小桥流水,一壮壮欢乐的学生宿舍,绿荫如枝的大草地,学子练身的大操场,静谧的知识宝库图书馆, 一遍以往向科学进军的郎郎读书生,成了红卫兵冲冲冲沙沙的大战场,成了残酷批斗,肆意践踏,疯狂摧毁中华民族知识精英的活地狱。 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,复旦大学所有名望文士的教授学者,几乎无人幸免落网,个人戴着高帽子,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,在操场上,校园里游斗示众。 这批大知识分子的美人背上,各贴着一方白纸,写明,地主,反革命,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,等等不同字样。 红卫兵们,为了增添乐趣,博得围观人们满场哄笑,强迫教授学者们唱,自骂歌。 我是大右派Triple X,我有罪,罪该万死。 死而喂狗,狗也不吃,喂给猫吃,猫都嫌臭。 又抢逼他们唱《群众专政》就是好。 牛鬼蛇神跑不了,我也跑不了。 还鹤令他们唱,黑帮哥,我是牛鬼蛇神,我是牛鬼蛇神,人民对我专政,我要老老实实,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。 砸烂。 教授,学者中,谁不老实自骂自唱,红卫兵就挥舞皮带,向他背上,头上,腰上,泪上狠毒的抽打。 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淋,眼睛鼻肿。 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带抽打,甚至残忍逼令他们,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,说是环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,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,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。 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,今日红卫兵,如此凶神恶煞,亵渎恩师的邪暴裂行。 他若有所思地说,我不恨他们,我知道教授他们犯罪的是谁。 他们是无知,愚昧。 但愿有一天,他们能醒悟,还有他们的同龄人。 如果他们永不醒悟,中国早晚必亡。 潘教授越说越激愤,世界环球,只有中国是这样,而且是红太阳升起,照着的中国。 在每个省,每个市,每个县,每个镇,每个学校,每个单位,在同一段时期内,用高帽子,挂掉牌,羞辱着数十万,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,采用非法私闯民宅,抄家没收,强暴数十万户家庭于宪法之下,岂但史无前例,而且是无双利啊。 岂但世人之羞,而且是国之耻,自古道足含伤心,民含伤国。 人民含心,国家何堪? 问题是,人民含不含,国家伤不伤,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。 可是,中华民族,炎黄子孙,可要永远无望,这是国之大耻啊。 潘教授伤心万分,胆恺跺脚地说着,双目炯炯闪光。 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,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,他与王造石,孙大虞等,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,升官牢狱,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,满怀愁虑的,还是国家的前途,民族的命运。 有一次,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。 现在我懊悔,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,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,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,会如此尖锐? 这是他全然了解我的身世,辉歌遭难,以及我多日来对他们两位老有长辈,辛勤服务,坦诚相处,把我彻底反对文革的观念河畔拖出后,潘教授直言,同我探讨失局了。 我始终弄不清楚,毛主席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,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,采取那般极端的斗倒斗垮,践踏人性和人权的做法呢? 潘告诉我,毛泽东在一九二零年九月,给李锦旭的信中说,我一生恨极了学校,所以决定不再进学校。 毛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伟人,但在教育与受教育的问题上,历尽了坎坷,受尽了歧视,所以他鄙视大学和高级知识分子。 世界从古到今,哪个开明的君主和文明国度,不尊重知识分子,尤其尊重高级知识分子。 像文革这样搞下去,中国还会有希望吗? 他愤愤不平地说,在高校提倡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谁。 斗争对象,自然不是工友,不是学生,不是年轻的助教,讲师,而是我们这些教授,学者。 每次运动起来,我们就会心惊肉跳。 尽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,对统治者,一再表忠心奉承,但却一再遭受白眼,一再挨打耳光。 我想不起哪个新朝盛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。 我也不晓得,我们知识分子,究竟造了什么孽,而遭致这么大的祸样。 中共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写道,报告会上提到,只要触及知识分子,必然戴上帽子就知识分子。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很少偶尔不戴帽子,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,打着用,骂着用。 叫千千万万,为国家为民族缔造文化文明的知识分子,成天用泪洗脸,战战利利过日子。 这是何苦呢? 中共历次运动中,总是声色俱力地说,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。 毫不顾惜,知识分子也是人,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,何况是最讲人格尊严的炎黄子孙。 这次文革一来,中共挥舞着更大更粗更残暴的棍子,要把整个知识文化界,一个不胜地打死,毁灭掉。 一个国家消灭了知识分子,犹如一个人丧失了精神思维,岂不成了行尸走肉,国家整个岂不要顷刻瘫痪,灭亡。 这是多么危险。 愚蠢的统治手段啊。 我对潘教授的过分忧国忧民想法,并不完全赞同,因为辉哥生前一再告诉我,中国知识精英是镇压不光的,总有勇敢斗士起来抗争,总有聪明知识躲避锋芒,保护自己。 从秦始皇开始,历代封建帝王焚书坑儒,华夏知识文化,仍在发扬光大,垮台的,毁灭的只有独裁者的暴政。 我还举例说,马思聪不是逃脱厄运了吗? 潘教授感慨声声附和。 马思聪太幸运了。 太幸运! 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,在五十七年受冤枉批斗后,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,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,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,反而自我则被反省多多,希望通过思想改造,跟上毛的步伐。 其实,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,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,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,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。 其结果,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薪的人,活生生打出二薪来。 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,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,一个个被硬逼的,在冒险逃出国去。 这是历史的悲剧,也是国家的耻辱啊。 特殊的囚徒 小说,红颜,中写道,国民党是在四川哥勒山的白宫馆监狱中,有位高级政治犯黄先生,在里面享受特殊的待遇,有报纸。 书籍看,劳饭吃小造。 巧合得很,在我关入108房后,发掘同关的潘世兹教授与那位姓黄的资深干部,生活上也享有特殊待遇。 他们两位的,煎饭吃的是,中造,即每顿中餐。 晚饭都有荤菜,与我吃的通常烂菜皮,没老婆。 每周仅星期五午餐,有块小弱的大造牢饭,截然不同。 尤其是潘教授,不仅每餐有鱼有肉,还能吃到家属送进来的,当时社会上也很少见的进口食品,如进口奶粉,巧克力,以及其他高档的营养品。 这是我二次在第一看守所四年多中所看到,与听说的最特殊的一个囚徒待遇。 相处日子久了,相互间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。 潘世兹教授,出身于旧社会的卖伴大资产家庭,家产富裕上海滩,祖上还是江南著名的古籍版本藏书家之一。 听他说,其中宋、元、宁、金版本许多价值连城。 解放出,继承了富裕家产与大量珍贵古籍的他,积极拥护共产党。 热爱新中国,他把家产的大部分,与全部藏书,捐献给了国家。 可是,在五十七年返幼期间,潘先生仍未逃脱,打成右派的厄运。 他身材魁梦高大,体状重达二百斤左右。 可惜患有严重的糖尿病,必须隔天注射治疗糖尿病的特效名贵,进口针剂胰岛素。 据说不达此针,会发生生命危险。 监狱中医生,发扬人道主义,对他相当照顾。 每月十五日,他夫人必来探监,给他送进口奶粉,巧克力,牛肉干,熏鱼干,核桃肉。 每次接到他恩爱夫人送来的东西,他总眼泪流淌,沉默许久,心神样样许久。 他有几个女儿,听说夫妻情色恩爱。 潘先生告诉我,他之所以能享受如此特殊囚徒待遇。 可能同他,早年给国家许多捐献有关,或许市里,有些劳领导,尚未忘记旧情。 其实劳领导统统早已被打倒靠边了,又说,这些都是他生理上需要,都是蒋仁道的监狱医生决定的合情合理措施。 他是名牌大学教授,出名民主人士,身子又有严重疾病。 不这样能活下去吗? 对于这一点,同劳干部老黄说道典子上。 我们这种犯人,关押在这里,实际成了的档案袋,材料库,他们,办案人员,不会随便让我们死去。 他们要从我们嘴里,敲出更多办案线索,以挖出更多的政治犯。 潘教授认为,且不管他们用意何在,在监牢中吃得好些,养好身体,活一天算一天,总比被饥饿折磨的面黄肌兽,奄奄一息,甚至丢掉老命为好。 所以他平日里不断地吃零食,加营养,牢房已坐了多年,体重却没有轻下来。 用他的话说,至今总算还未掉下一块肉。 但是他也有担心,甚至内疚,因为他的生活待遇与普通犯人的差距,却有天壤之别,难免引起同间犯人的妒忌,与自己内心的不安。 他告诉我,以前曾相继有二个犯人,都因不满他的这种特殊。 日里常常欺误他,夜里,看他熟睡后,悄悄爬起来,亲手亲脚偷他的营养品吃。 他早上起来发觉,包里的好吃东西少了许多,向门外看守报告。 看守进来,总是不分青红皂白,对他与别人都训斥一通,说他是无理取闹,说偷吃的人,馋死了。 贼性发作。 看守出门后,偷吃的犯人,反而恼羞成怒,对潘教授谩骂诬告,并动手动脚要打他。 耿直的潘教授,索性吵着,要找训导员评理。 后来陆续把那两个偷吃者调防了事。 老黄淡步插话说得好,跟老潘同牢房,需要有一种修养,实际上要有自我克制与忍耐。 潘先生随即指着我称赞,小刘是个好青年,有家教,有修养,我们相处很融洽。 我对潘,黄两位老贩人都尊重,每天开饭时,还主动帮他俩拿着娜娜,对他们吃忠躁,不但不妒忌,反而劝他们多吃点,养好身体。 为了打发牢房中沉寂无聊的时间,我与潘先生互相约定,每天讲二个小时的故事。 我主要讲苏俄文学,如高尔基,图格涅夫,托尔斯泰,普希金,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作品。 而潘先生主要讲欧美作家的名著故事。 他陆陆续续讲了雨果,巴尔扎克,梅利美,大仲马,小仲马,杰克,伦敦,马克,土温等人的作品。 我不仅要他讲作品内容,还要请他对作者做介绍,对作品的现实主义与世界影响作,分析评价。 他都乐意任教,讲起来头头是道,如蜀家珍。 他与我一老一少,天天沉浸在外国文学的海洋里。 他那燃熙洞察的高智着实,令我钦佩之志。 我想自己无福分去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课堂上灵教,有幸在监狱里遇得大师,布施维或西服所以了。 说老实话,在外国文学领域里,尽管我在辉哥生前指导下涉猎不少,但与这位外国文学大师相比,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 我不仅肚子里外国故事绝比他少,而且缺乏分析评价的真知灼见,关公面前五大刀,班门弄斧,只能耍赖,重复讲,炒冷饭,或胡乱七拉头,八拉脚,凑些趣事搪塞他。 潘先生对我特别宽容,明知我如此,也不点穿我。 笑呵呵地听我编造瞎说。 在旁的老黄干部,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,专心致志。 这样一来,似乎忘了在牢房。 一天天难熬的寂闷日子,飞快地过去了。 期间,我曾一心想请教潘教授教我英文。 他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,并在国外留学多年,他的英文水平,也够大师级。 可惜当时牢房条件恶劣,牢里没有纸笔。 加上潘先生,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以免引起看守来找麻烦,影响他的特殊待遇,所以几次向他求教,都告无成。 就这样,我们几乎每天,消磨在外国文学故事声中,听到牢房外伙思源叫喊,开饭撸才停讲。 特殊待遇的潘教授,毕竟以身为囚徒,照样遭受种种人格凌辱。 有一次,抄奸看守,进房来检查预规,一开口就训斥他,特殊化,吸血鬼资本家,坐牢还价舒服。 他们把潘先生所藏的瓶瓶罐罐高级补品,乱翻一通,凶狠地散扔一地。 还恶狠狠地独骂他反动的吸血鬼,不得好死。 潘先生被他们凌辱得,脸上一阵白一阵红,苦楚尴尬莫名。 抄奸看守走后,他一边收拾地上的补品,一边眼泪汪汪地说,我病得这样严重,吃点自家买的东西,是医生允许的。 可这帮人却无半点人道,人性也给狗吃了。 记得有一个月的十五日,潘先生没有接到夫人送来的食品。 药瓶,他担心家中又出事了,妻子是否也隔离审查了。 记得他在牢房中团团转,白天吃不下饭,夜里睡不着觉。 他天天叫我帮他分析,为什么妻子不来。 我极力安慰他,叫他耐心等待。 他向医生打听,医生也不理他。 他拼命打报告,要求见审讯员,结果又给看守乱骂一顿,并当场把他的报告撕得粉碎狠丢在他脸上,横瞒地警告他不准再写报告,再写就揍你。 听医生说,隔天要打针的进口胰岛素快用完。 潘先生急得差点发疯。 过了几天,审讯员来训斥他不老实,隐瞒了重大问题,威胁他必须彻底交代,否则断他的食品接近。 潘教授被逼得没法,不得不进一步上纲上线深挖细绝,写了厚厚的一碟纸交代,才算又获得了以前的特殊待遇。 老黄干部悄悄地对我说,你看,所谓特殊待遇,就是逼你做特殊交代,说着苦笑莫名地摇头叹息。 一天深夜,睡梦中的潘先生突然惊叫起来,吓得我与老黄都闹醒。 第二天我问他,为啥夜半惊叫下人? 他说,这段日子老做噩梦。 昨夜我梦见红卫兵和造反派,都长了一身毛,张开血盆大嘴要吃我。 我在梦中向他们求饶,已经缴械投降了,认罪扶罪了,饶了我吧。 你们何必杀气腾腾,像虎狼那样嚎叫着吃我呢? 吓得我天旋地转,倒在地上。 他们好像猛虎般扑在我身上,用锋利牙齿,啃咬我头颅。 我哀求他们开恩,这头颅不是钢铁做的,经不起你们肯来肯去,谁知他们就是不肯停嘴。 吓得我嚎啕大哭,潘先生无限伤心地继续说,小兄弟,不满你说,自从六十六年,我被批斗后经常做这类噩梦。 我满心伤痕,就是从那时来的。 我的病也是,从那时开始的。 五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,我一直在想,人为什么会变成野兽? 我始终不理解,文革为什么要把人变成了兽类,说难听些,就是把人变成了狗,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主人,像狗一样的摇尾起怜,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,还有许许多多,像狗一样的撕咬同类。 不久,复旦宫宣队来人,找潘提审,他们自称是潘与王造石,反革命政党项目组人员,责令他在一周内,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到文革抓进一所为止的自传体交代。 我为潘先生高兴,对他说,可能案子由市局下放到复旦,有希望放回学校去改造了,可以回家,见到你月夜思念的夫人与女儿了。 潘教授由此确实信心很足,一连写了二万多字。 交出去五天后,就被叫去提审。 据垂头丧气回房的他说,那两个宫宣队员拍着桌子怒吼,不行。 不行。 得重新写过,并责令他老实交代罪行,不准替自己数杯力转。 他十分艰难地说,既然要写三代简历,我总得时事求是写。 我与父辈确实对共产党做过贡献,这样一个月,先后他写过三、四次,每次都受他们训斥不行,凶横逼令他再深刻交代。 后经老黄,与我给他点拨,开导。 他的深刻交代才算勉强通过。 然而天天盼望释放回校的他,却是望眼欲穿,音讯渺茫。 老黄不愧为党内老干部,对此安熟其深奥。 他对潘先生解释道,办案人员所要的深刻交代,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出一些,与钱所写的某些不一致的地方,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。 二是,也是更主要的,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,可让他们公费出外游山玩水。 那些工人临时组成的所谓工宣队,多么想利用这次文革,体验一下审讯犯人的威风,遇到全国各地有名胜,出风头的机会。 果然,随着外调的不断深入,过细,像潘教授这样,背景复杂的特殊囚徒,解决原来暗游的希望,早被不断袭来的新问题所搞砸了,哪有可能尽快释放。 而留给他的,唯有坐牢心探,享用一点特殊补品罢了。